范明明最近受被捕风波困扰,接连几次被报被捕,甚至传出被软禁在某宾馆之中,好友李心如被问范明明情况时也不愿多说,更是有爆料称,范明明和未婚夫李晨的婚事恐高吹,有意思的是,早前盛传范明明李晨8月8日结婚的消息也被时间证实是虚假消息,连凤姐也通过微博爆料称范明明与李晨已经分手了,关于范明明的近况,好友张军宁和李心如都有所耳闻,此前张军宁为 母亲新书站台时,谈及范明明曾为她担心,而昨天李心如出席活动时奔问及范明明被捕事件时也面露忧心状态,谈言自己有知道一些情况,但目前这个状态还是希望能够留给范明明自己更多的空间,不要去打扰她,范明明与李心如是多年的好姐妹,很显然目前范明明的近况真的不太好,连未婚夫李晨都神隐不愿公开出席活动,更是没有在社交平台为范明明来声援,可见其近况真的不太好。 感谢观看